曾经的尹兰汉总理 曾经的库里希外长 塔哈秘书长 各位同事 各位兄弟 各位好朋友 非常高兴 应邀出席 伊斯兰合作组织外长会的开幕式 并有机会发表致辞 这是中国外长首次参加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外长会 充分体现了中国同伊斯兰世界加强交流合作的真诚愿望 必将推动我们的双方关系迈上新的台阶 中华文明同伊斯兰文明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古老文明 双方的交往绵延牵连 绿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坚实的民意基础 友好始终是双方关系的主流 平等始终是彼此互动的基础 共赢和与共产业的利益 永远一向共产业重复 常年以来 我们永远都坚持 互动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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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干 近30个伊斯兰国家坚定的支持 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 同样在伊斯兰世界最为关注的巴特斯坦问题上 中国的支持从未犹豫 从未缺席 我们始终坚持团结互助 致力发展 实现共同发展 疫情爆发后 伊斯兰国家第一时间给予中国宝贵的支持 中国也及时向50个伊斯兰国家提供了13亿剂疫苗 以及大量的抗疫物资 共建一带一路 已经成为双方走向发展繁荣的桥梁和纽带 中国迄今已经同54个伊斯兰国家签署了合作文件 开展了将近600个大型的合作项目 资金投资的总额达到了4000亿美元 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们始终坚持互决互建 守护世界的多样文明 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历史上都对人类文明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而近代以来我们也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现在我们正携手迈上发展复兴之路 我们要大力倡导文明平等对话 交流互建 从彼此的悠久文明中汲取智慧 共同抵制文明歧视 共同反对文明冲突 应该说中国和伊斯兰世界 已经找到了一条不同文明友好相处 合作共赢的道路 成为践行新型国籍关系的典范 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如何交往 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各位同事 各位朋友 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 本届一和组织外长会聚焦 结伴实现团结 公正发展这一主题 反映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心声 中方愿意同一放一道 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 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在追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风雨同舟 携手同行 中国愿意同一三世界建设四个伙伴关系 一是做团结协作的伙伴 相互坚定支持彼此捍卫国家的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 坚定支持彼此独立自主的探索符合 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坚定支持彼此维护自身的正当发展权益 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二是做发展振兴的伙伴 继续团结抗疫 下阶段中方将继续向伊斯兰国家提供三亿剂疫苗 助力各国构筑健康防线 我们将继续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和携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为双引擎 巩固传统合作 培育新兴亮点 助力忠于发展振兴 引领南南合作潮流 为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注入强劲动力 30座安全稳定的伙伴 中方将继续支持伊斯兰国家 运用伊斯兰的智慧 解决当前的热点问题 把维稳促合的钥匙 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中方将继续坚定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 支持在两国方案基础上 推动早日召开 更具全面性和代表性的国际合会 促进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 公正解决 中方将尊重 阿富汗人民自己做出的选择 支持阿富汗 实现包容建政 稳健治理 开启和平重建 新的篇章 在克什米尔问题上 我们今天再次听到了 很多伊斯兰朋友的呼声 中方和大家一样 我们抱有同样的愿望 中方也支持 俄罗斯和乌克兰 继续和谈 谈出停火 谈出止战 谈出和平 要防止发生人道主义灾难 要避免乌克兰危机 外溢影响和损害 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正当权益 私是做文明互建的伙伴 共同弘扬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反对于形态划线 制造分裂对抗 坚持不同文明交流互建 反对文明优越论 反对文明冲突论 反对对非西方文明的歪曲和抹黑 深化一方性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合作 抵制反恐的双重标准 反对将恐怖主义 同特定的民族宗教挂钩 各位同事 历史已经证明 并将继续证明 中国是伊斯兰世界的真诚朋友 和合作伙伴 我们愿意同伊斯兰国家一道 共同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 人类文明多样化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不懈努力 最后 再次感谢巴基斯坦成功主办今天的外展会 也对巴基斯坦的国庆日 表示我们最衷心的祝贺 宇宙会议圆满成功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您的意見